记者詹香晚台北报道, 公式自治教育剧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共分五个单元, 7日起将在公式及全球串流影音平台Netflix同步播出, 钟心灵在猫的孩子扮演嘶吼抓狂母亲, 精彩演出被导演陈慧玲称赞是女版曾志伟, 她苦笑喊,不能当女版刘德华吗? 钟心灵透露,生额当妈后, 常在带完孩子后默默大哭, 感觉自己整天像磕陀螺转个不停, 每天都没办法照顾自己, 一直说对不起, 拍完猫的孩子后她也懂得把步伐调慢一点, 对自己,对小孩都会宽容一点。 她还笑喊,先前去买菜, 被菜饭老板称赞她跟黄葱宁主持节目妈妈好神精彩, 对方却误以为两人是母子, 让她当场杀眼,笑喊, 但我最后还是有跟老板买菜。 导演陈慧玲在该剧开拍前自恭敬来复发, 停工半年去化疗, 当时她心想如果我只剩下一部片可以拍, 要说怎样的故事? 回剧组后认为方向不对, 把所有剧本大改, 改成五个单元剧, 生病之后觉得应该跟社会有点连结, 要带给大家一些也让路线更为明确, 如今成品出炉, 她今也忍不住在记者会上哽咽落泪, 剧中单元茉莉的最后一天中, 女主角隐心扮演控制狂妈妈, 把旧独北一女的女儿王静逼到跳楼, 导演陈慧玲跟隐心是多年好友, 笑涵隐心是个外表气质, 但内在会不自觉控制别人, 非常合适角色, 但隐心卡在要演高中生妈妈, 陈慧玲如了近两个月, 她才阴满一剧本答应免出。 隐心先前才被拍到弟弟接送她下班, 感情依旧单身的她, 对于结婚生子不改态度, 照样喊随缘。 因心考虑近两个月, 才接下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邀约。 公示提供, 钟心灵透露拍往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后, 懂得对自己好一点。 公示提供。 在这个玻璧之上, 但是,